据阿根廷媒体TYC Sports当地时间10日报道 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阿根廷点球大战击败斯迪荷兰晋级四强 整场比赛发出18张黄牌一张红牌 两队在赛场上冲突不断 甚至差点引发全武行 比赛精彩之余更把戏剧性拉满 双方矛盾也延续到了场外 就连一贯好脾气的梅西都成了炸药桶 火力全开 连红主裁拉奥斯 荷兰队主帅范加尔不说 还打断直播采访 当着镜头就朝荷兰队中锋 维霍斯特爆粗开骂你看什么看 傻 Exo多远滚多远 突然暴走下的记者一脸惊慌 也在网络上引发哗然 TYC Sports称 梅西可能是不满维霍斯特 在自己开球后推倒了他 梅西对此表示 我尊重每个人也想被尊重 维霍斯特自从上场 就一直挑衅 但好在我们是胜利者 北京时间12月10日 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阿根廷队与荷兰队摇战 120分钟 2比2战平 最终在点球大战中 潘帕斯雄英4比3胜出 总比分6比5淘汰荷兰 挺进四强 梅西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这是他第九次当选世界杯单场最佳 又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不过赛后 他的一段发飙视频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直播中 梅西突然打断采访 看向镜头外爆粗开骂 你看什么看 傻X 快滚吧 滚远点 有多远滚多远 被吓到的记者一脸无措 把手搭在梅西肩膀上 试图平息他的愤怒 TYC Sports随后报道称 被梅西当面开喷的是荷兰队的19号球员维霍斯特 两人在通往更衣室的通道里 就已经发生了不愉快 维霍斯特想和梅西交换球衣 并做出了握手的姿势 不过遭到梅西拒绝 后者前往媒体区接受采访 这么一来 维霍斯特也不乐意了 但他被阿根廷队这边的人劝住 阿归罗还上前坐起和侍老 维霍斯特被阿归罗等人拦住 截图自TYC Sports 双方拉拉扯扯 这才有了梅西隔空骂人的一幕 阿归罗这个损友 还恶高气好兄弟发火的样子 当别人看着你媳妇的时候 梅西骂骂咧咧 据维霍斯特谈到此事时声称 梅西当时不仅不接受交换球衣 还朝自己骂了一堆脏话 但他不太懂西语 所以不清楚对方具体骂了什么 这件事让他对梅西感到非常失望 而梅西之所以情绪失控发飙 是因为不满维霍斯特在球场上挑衅 我尊重每个人 也想被尊重 但他们的教练并没有尊重我们 对方的19号自从上场后 就开始挑衅我们 撞我们 对我们说着什么 好在我们是胜利者 我们要享受这一刻 马拉多纳在看着我们 他在上面保佑着我们 TYC Sports提到 在维霍斯特踢进第一球后 梅西开球被他推倒 痛苦倒地 不光是维霍斯特 梅西和荷兰队主帅 范加尔结的梁子也不小 赛场上 他屡屡针对范加尔表示不满 一次点球破门后 梅西特地跑到荷兰替补席前 对着范加尔 做出了阿根廷队老前辈 李克尔梅的招派庆祝动作 双手放在耳边 TYC Sports称 梅西此举是帮李克尔梅报仇 因为后者在范加尔执教巴萨时期 没有得到重用 导致其职业生涯 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赛后 阿根廷队的帕雷德斯和老塔罗 还有让学样 笑嘻嘻表示 当梅西生气时 事情就大调了 他超危险的 点球大战结束后 梅西又气冲冲地 杀去了荷兰替补席 情绪激动地 想要和范加尔说些什么 荷兰助教戴维斯 赶紧上前将两人隔开 报道称 梅西当时还做出了 让对方闭嘴的姿势 梅西赛后接受采访时 都不忘要内涵范加尔 开潮道 范加尔说要听美丽足球 但他所做的 就是上高中锋 然后起高球 范加尔安排的高空轰炸战术 一度使荷兰将比赛 拖入了加世赛 但最后败在了点球大战上 人间的悲喜并不相通 图自阿归罗推特 外阿根廷队在点球大战上 担回优势 扑出关键性两球的 马丁内斯 作为梅西的铁粉 他补充解释称 范加尔在赛前平放狠话 是令他们反感的原因之一 赛前记者会上 范加尔就榜 我们和阿根廷队 还有一笔张要算 辨证说明他们非常害怕 我们之类的话 挂在嘴上 是他在拱火 在比赛前 一堆废话 我就想让他闭嘴 我从足球中 学到的一件事是 你不能在比赛前 说太多 一副自己胜圈在窝的样子 这反而给我很多动力 用比赛结果说话 马丁内斯还说 他曾和梅西 谈论此事 后者也认同 荷兰队说了太多空话 并表示 他要进两个球以回应 与阿根廷队 满腹牢骚相反的是 赛前信誓旦旦 说能扑出梅西点球的 荷兰门将诺珀特 在赛后 对梅西的评价极高 梅西开脚球 花了很长时间 选中一个脚 在那之后 我只能站在那里等 这就是实力 向他致敬 而让梅西火大的 还不仅于此 如果说 范加尔是梅西炸锚的油头 那主裁判拉奥斯 就是那火上浇油的油 据杨子晚报报道 这位2011年成为 国际级裁判员的 西班牙裁判 在西甲和州际赛事中 有丰富的执法经验 但因为惯于在场上 保持绝对权威 容不得半点被质疑 被球迷系称为 小公主 正是因为他的独断 在2013 道伊斯赛季西甲 收官轮 巴萨与马进的决战中 拉奥斯错判了 梅西的一个好球 导致巴萨 痛失当赛季的联赛冠军 即便赛后 他承认误判 也于事无补 就恨未完 又来薪酬 整场比赛 拉奥斯疯狂给出了 18张黄牌 及一张红牌 这个数据 不仅将本届世界杯 此前10张黄牌数的记录 大幅提升 更是一举刷新了 世界杯历史上的 单场比赛黄牌记录 其中 阿根廷队中 8名球员染黄 主帅斯卡洛尼 及助教萨姆埃尔 以各得一黄 阿库尼亚和蒙提尔 都将因为累积黄牌 无缘半决赛 拉奥斯的吹乏 让比赛变得支离破碎 不说 荷兰队在常规比赛时间的 最后时刻 利用一次任意球 扳平比分 将比赛拖入加实赛 让梅西大为不爽 当他们扳平比分时 我非常愤怒 因为我认为 那很不公平 那个进球 来自一个不存在的犯规 虽然最终赢了比赛很开心 但回想起来 那叫一个越想越气 高兴是高兴 可我们就不该进加实 更不用说点球大战 梅西直指拉奥斯 无法胜任主裁工作 我不想谈论裁判 因为你不能说实话 否则 就会被制裁 但国际足联 必须好好思考一下 他们不能在这种比赛 安排这样的裁判 他们不能安排一个 无法胜任执法任务的裁判 在不满裁判这事上 范加尔倒是和梅西达成一致了 但他认为 超场捕食没问题 有问题的 是阿根廷队获得的点球 在我眼里 这是一个可疑的点球 我希望再看看判罚的原因 阿根廷人所做的一切 都在浪费时间 我不喜欢裁判 但我们没有因为裁判而输球 我们是因为自己踢平输球了 炮轰裁判 枪声范加尔 打断采访爆粗 一场球踢的好好先生梅西 成了炸药桶 情形之罕见 连TYC Sports都不得不调侃一句 看来 无论是在球场上 还是在球场外 梅西都越来越像出了名 脾气爆的马拉多纳了 由于球胜心切 其实比赛中 两队都火气不小 最激烈的冲突 发生在第89分钟 阿根廷队的帕雷德斯 在产人犯规后 还故意将球大力 踢向荷兰队替补席席 差点引发两队群殴 还好双方最后控制住了情绪 才没让2006年 荷兰队和葡萄牙队的全武行 在世界杯上重演 最终 帕雷德斯被黄牌警告 感谢观看